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国良亲自来练习新型的水灭火器 他认为可以透过防灾教育宣导 也让民众多多练习有备无患 我发现我是灭火器新手 那我觉得灭火器使用有一定的技巧 其实刚刚灭火器的化学药水一接触到火焰的时候 其实它也会有不同的这种反应 所以我觉得一个灭火器的一个教导使用 我个人认为包括我本人在内 应该都是未来消防局 我鼓励他们要去加强民众的熟悉度跟加强训练 那大家想想看这个灭火器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时间有效期间的 如果就这样过了 然后也都没有使用它 其实就得报废 所以某个程度我刚刚也跟局长讲 到一定要报废的时候 其实应该让大家来学习训练使用 那我们感谢这个很多议员今天都有到场 帮我们共同的来参与这个未来更新的一个计划 非常感谢我们市议会有很多的议员 这一次给我们基隆市的这个狭小巷道的灭火器 来优化来更新 那主要呢 这一次是我们要针对一些这个灭火器容易爆裂的 的这个部分 我们做一个整个检讨 第一个我们要先把这个灭火器 要把它作业 要把它回归到民政系统来 也就是说要请我们的里长 或者社区的里市长 林长 这些人来帮我们管理 有效的管理 才可以让这些灭火器 可以真正的达到这个使用的效果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把这个灭火器把它提升 为比较环保的 这次我们使用的是用 那个蓄压式的水灭火器 它的灭火效能值 比这个干粉灭火器更好 更棒 所以说它的这个效能 可以说在我们全国 我们基隆市这个是第一次的示范 让各区里的民众来申请使用 另外我们也动用了预备金 要让我们基隆的里林 对于我们目前的 7300多支的这个灭火器 全面的清查检测 因为我们的灭火器有很多 已经是超过10年以上 都没有任何新的处置 而一般灭火器3到5年内 其实早就已经过期 也就是说基隆市很多灭火器 其实已经过期了 长达5、6年以上 那我想这一次的一个全面检测 也可以让未来我们的消防环境 得到更多的安全 那这部分也感谢议会 大家的大力支持 还有谢谢消防局 包括项局长跟消防弟兄姐妹的努力 市长谢国良强调 为了确保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将动用预备金 在年底前全面进行检测 现有的灭火器 并在三年内逐步怠换 成为对环境及人体 更友善的水灭火器 让市民能有更充足的 救灾因应资源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